街头健身不同于健身房里的器械训练,不以肌肉大小论英雄,而是以变得更强作为训练目标。 至于评判的标准,就是能不能做五大神技,这些神技也是很多爱好者坚持锻炼的动力,不过在现实生活中,想要一成不变的保持训练是比较困难的,难免会出现停训的情况,如果停止训练半年,辛苦练成的神技,还会剩下几成呢? 一个不幸的消息是,停止训练半年,也许你的肌肉还在,但是神技早就离你而去了,为什么神技会那么快消退呢?原因有三,第一,肌肉的用进退费,有一项针对12名举重者的研究发现,在他们停止训练两周后,其代表性肌肉群内的快肌纤维比例下降了6.4%,如果停训时间延长,下降的比例将会更多。 另外,肌肉力量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,速度通常未获得这部分力量时的三分之一,如果停止训练半年,光是在力量基础上,就能感到大不如前。 第二,体重的增加,比起掉肌肉,体重增加是停训后,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,街头健身属于徒手训练,动作的难移程度,和自身体重直接相关。 第三,一个100千克的人拉一个引体向上,就是要比一个60千克的人,拉一个引体向上难很多。 同样的道理,在原来的力量基础上,想要将长胖后的身体拉起来,那就相当于在做负重引体向上,负重做人体旗帜和潜水平。 想必有,这实力的人还在少数。 第三,神迹用到的肌肉很雕酸,为什么潜水平和额氏挺身比较难? 那是因为潜水平用到的三角肌后数在生活中得到的锻炼并不多,额氏挺身对手腕的发力角度更是讲究。 再加上力举的作用,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完成。 在同等水平下,对主发力肌群的力量要求就更加严苛了。 当处于停讯期间时,这些本来在生活中就锻炼的不多的肌群,会更有可能被忽略,以至于完全处于停讯状态。 举个真实的例子,身边有个恋了将近一年半的朋友,双利弊,顺丰奇,单笔引体向上和潜水平都学会了,额挺只能分腿。 由于临近毕业考试和找工作,断断续续停练了半年,半年之后他再次开始训练,除了双利弊没有明显退化外,其他的动作都出现了明显的退化。 例如,单笔引体向上,不能把下巴拉过单杠了,只能拉到眼睛,潜水平是彻底定不住了,分腿额挺变成了掉腿状态,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,需要从团伸重头开始。 这些变化,仅仅只是停训半年,最后,很多人都觉得神迹太难,怎么都学不会,结果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断断续续的训练。 如果你清楚这些停训的变化之后,请你坚持下去,不然不要说学会神迹了,就连功力都难以保证剩下几成。 以上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